接交升格 而他们的住民包括闽南客家跟原住民 昨天晚间 县府就特别举办了多元族群 嘉年华 邀请了肖黄奇跟李亚莎热力开场 金曲歌王肖黄奇热力开场 搭配精彩的民俗表演 炒热现场气氛 不过这可不是演唱会 桃园县跨局处举办多元族群嘉年华 晚会相当盛大 不止有歌王歌后 还有客家闽南原住民新移民等 融合各族群特色 多首快智人口的经典老歌台下观众 大朋友小朋友都听得如痴如醉 桃园其实也是台湾多元族群的缩影 因为我们桃园县的族群是最多元的 我们希望大家互相来欣赏 大家的各种的文化 部分族群语言齐声高唱 也为即将到来的选战 米瓶火药味增加欢乐气氛